都来一句故事 巨人的鞋子 小狐狸在路边捡到一只大大的鞋子 哎呀,这是谁的鞋子这么大? 小狐狸想起来对面的山谷里住着一个巨人 这一定是巨人吊的鞋子 只有它才会穿得上这么大的鞋子 小狐狸打算把鞋子送还给巨人 走啊,走啊 突然,小狐狸看到被河水困在里面的小猴和小兔 因为河水太急 把在河边玩耍的小猴和小兔冲进了河水里 救命,救命 谁来救救我们 小猴和小兔大声地喊着 哎,小狐狸看到脑筋一转 把巨人的鞋子推到河里 成了一个巨大的船 小狐狸 小狐狸把小猴和小兔拉了上来 三个人坐在巨人的鞋子里 一起滑到了河对岸的山下 小猴和小兔对小狐狸救了他们十分感谢 小狐狸却说 要感谢就感谢巨人吧 多亏有他的大鞋 小猴和小兔决定帮小狐狸一起去给巨人送鞋子 三个人顶着大大的鞋子 站成一排向山顶跑去 到了巨人的家 巨人正因为丢了鞋子而烦恼 见到来给自己送鞋子的小狐狸 小猴小兔 高兴地说 谢谢你们啊 多亏你们 我才找到鞋子 三个小家伙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同时向巨人说 谢谢你的鞋子 摸不着头脑的巨人 不明白为什么三个小家伙 要谢谢自己的鞋子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